将相名臣 替人申冤 汉情得解 作者 汉和 东汉的梦长 少年时注重自身的操行修养 在郡里担任护草时 上渝有个寡妇 善阳婆婆非常孝顺 婆婆年老受众后 她的丈夫的妹妹因私怨诬告孝媳 厌烦善阳婆婆毒死了婆婆 在县衙开审 郡里的官不加调查就定罪结案 梦长知道校父冤枉 对太守说明实情 太守不理 这个校父竟冤死了 梦长哀气 羞愧于做太守的同僚就辞职了 从那以后 郡中连汉两年 祷告求天都没有解决干汉 后来一个叫殷丹的新太守道任 访问干汉的缘故 梦长到官府 陈述校父遭到冤污之事 他说 昔日东海有个校父冤死 让上天感叹导致旱灾 应该去法办诬告者 来为冤魂伸冤 雨就可降下了 新太守法办了诬告的女子 祭扫了校父的墓 天立刻下雨了 于是庄稼丰收 梦长后来升了官 阴柄辞官回乡 小丽百姓用手攀住他的车 请求留任 梦长不得前行 只好乘坐村民的船 连夜悄悄离去 他隐居在穷乡僻壤 亲自耕地 临线的世人百姓 仰慕他的品德 搬到他家跟前 挨着他住的有一百多家 梦长活到了七十岁的高寿